提到罗文或许会有许多人感到迷惑 而他却是七八十年代红遍各地的一代歌王 正是因为射雕英雄传主题曲 还有铁血担心这些歌曲人们认识了他 是他深受大家的欢迎 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呢 1945年罗文出生于广西 后来又随着家人搬到广州 之后定居于广州 因为妈妈是乐剧迷 罗文从小也喜欢乐剧 对乐剧种下了深深的情根 后来罗文去学习乐剧曲艺工价 这也给他后来的舞台演绎 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功底 后来父母亲因病去世 罗文十分坚强 决定一个人在香港打拼 1960年他从广州来到香港 根据他亲口所述 他来到香港后的第一份工作 在一个亲戚的裁缝店里做打打下手之类的工作 这份工作提供住宿和伙食 但是是没有薪水的 后来他又去从事在西院里工作 到银行里去当练习生 从事了很多基层的工作 他的年少成长奋斗经历 这些故事无非成为了在香港内地新移民的典范 1967年他和朋友们组成了一个合唱团 模仿着披头式的样子 名叫罗文四部合唱团 之后他报了一个唱歌比赛 一举掌获了第三的好成绩 从此他便开始了自己的歌唱生涯 与此同时他也会为一些电影电视剧配唱 电影大道歌王的主题曲《钻石》 想必也是众所周知吧 罗文正式出道成立了罗文四部合唱团 开启了演艺生涯 又或许是这样的原因 他在事业上全力以赴 追求自己的目标 1970年 罗文与沈殿霞组成了一个情侣合唱团 他们到达东南亚一带进行演唱 掀起了一大波热潮 圈粉无数 从此火遍东南亚 1974年 罗文与无线电视台合作 成为了签约歌手进行了个人的发展 同年主唱了电视剧《狮子山下同名》主题曲 这首歌诠释和代表了香港人的精神 歌曲在发行之后也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在此 他积极参与多项慈善晚会 竭尽自己的所能为慈善做出贡献 1976年 罗文凭借在娱乐圈集散的人气 以及广大歌迷的认可 他在香港连开了15场演唱会 每一个舞台都将完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深受人们的喜爱 梅艳芳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曾大力地赞美过罗文 曾说自己的舞台造型或多或少 也是受到了罗文的启发 郭富城也曾经说过 自己曾经因为演唱会服装的领带不亮丽 罗文特地买了一条新的给他 在领带上镶嵌了宝石 自己也深深受到了罗文前辈的启示 1979年 罗文接受了英国艺演出的邀请 他作为唯一一个东方艺人在这里表演 他的演绎之路从此走上了巅峰 不仅证明了自身的实力 也为祖国争取了一份光荣 从此他受到国外的邀请也是越来越多了 之后他还在纽约曼迪逊广场 举行了个人演唱会 在香港舞台举行演唱会的时候 舞台上他穿有大量的流苏晶片 带有羽毛的演出服 还穿上了高跟鞋 甚至是在妆容上也淡化了性别的界限 带来了一场跨性别的特别演出 罗文在各个国家演出 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热爱 演唱会常常都是爆满的 在举行演唱会的时候 罗文也了解到一些小孩患有疾病 善良的他带领了自己的团队 做了许多筹款爱心演出 为慈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罗文的慈善之心散发着光滑与热度 我想这也正是他如此深受人们欢迎的原因吧 他不仅是艺术家更是一名慈善家 他之所以走上演艺事业的高峰 离不开他的善良情怀 他所留下的金曲有太多太多 在国内火爆的作品所代表的精神 足以超过许多流行歌曲 这些作品所折射出来的是一种文化力量 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国家精神 这些足以捍卫罗文在乐团上的地位 一个人的成功是远远不能脱离本性的 他带给我们太多的正能量 值得所有人学习 既正又妖唯有罗文 在此之前他有一段难忘的恋情 他与初恋女友的这一段感情始终难以忘怀 后来分开后 女友也远家他乡 再之后他也有过几段恋情 但最后都选择了分开 一直单身 他也曾经说过未结婚的理由 自己很享受独身生活 自己亲眼见到亲朋好友结婚后都未必开心 在演艺生涯中 他曾经与珍妮一起合作过 当时他俩成为了歌坛的最佳搭档 铁血担心 一生有意义 世间始终 这三段主题曲 让罗文和珍妮成为了香港乐团最热的金童玉女 只要与他同台就会掀起一阵欢呼 这样一对组合十分受欢迎 罗文和黄瞻是多年的好友 黄瞻在采访中说到自己从未和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合作过 出罗文之后真的很难再遇见 想必罗文在他眼中是多么的完美 因为他的性情纯良 待人真诚 连艺术家的脾气都是十足的 他们两个也是实打实十分契合的灵魂搭档 罗文每当演出时都会非常的紧张 他对于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向往完美 对于每一次的演出都要竭尽所能 罗文唱歌的时候 他可能就上台为他伴舞了 每当罗文为歌感动的落泪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去上去擦眼泪了 罗文发表自己的感想形容黄瞻 勇于认错但永不改过 黄瞻在罗文这里被各种嫌弃 但是他一点也不建议 十分的珍惜这个朋友 他欣赏这个朋友的才华 在诸多场合从不掩饰对罗文的偏爱 他开玩笑称 罗文是云云香港歌手里面最妖的一个 可能一代妖王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吧 罗文这一生也收过许多徒弟 他为人十分的友善和蔼可亲 罗文在生活上很照顾他的弟子 从来不会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富有诗书气自华 大概说的就他吧 胡斌也是罗文生前的学生 他坦言说自己在艺术方面的成就 都是离不开罗文老师的教诲和鼓励 他说在年少时曾受到老师的启蒙 罗文老师为人朴实无华 他无论去到哪里都会与人相处融洽 有些时刻他对自己也是严格的 每当老师看到自己的负面消息 就会立刻打电话质问 每次都让自己做出自我的一些检讨 正是因为老师的纯纯教诲 才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谭小桓回忆于师父罗文的学艺经历 对于师父的为人处事赞不绝口 表示在四年前拜罗文为师的时候 罗文因为知道了他的经济环境不是很好 步不起一堂满一千块港币的课堂 但是见他非常地有诚意学习 于是主动收他八折 有时都不会收费用 政治会将课时延长 谭小桓说师父为人很友善 对后辈充满关心 自己感受过师父的善意 接受到他的许多帮助 十分地感激 到1989年 罗文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的演唱会 总共多达40多次 打破了香港艺人演出的记录 1991年 罗文获得了代表香港乐团的最高奖项 获得了极高的荣誉 1989年 罗文正式举办了告别演唱会 从此告别舞台 此后罗文过上了半隐退的生活 2002年 罗文已患病 10月份时 罗文在香港医院去世 最终享年57岁 罗文一生中虽然没有红颜 但有许多的好友与徒弟 罗文因病逝世后 他的好友邓光荣帮他料理后事 半个娱乐圈好友都来缅怀 他的葬礼是由自己的 挚友邓光荣亲手操办的 风风光光十分妥当 罗文生前的人缘是很好的 有将近200位的好友到场吊宴 在此时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样一个悲伤的氛围 忙前忙后的时候 有一个人打破了这个氛围 这时 刘英雄在公开场合对媒体说道 自己帮罗文还了生前的债务 当时罗文的助理在背后找刘英雄借钱 当时他并不值钱 把所有的事情讲了出去 并且说自己拿出了100多万来救济他的家人 否则他们三餐温饱都成问题 此言引来了无数人的愤怒与责骂 罗文有许多挚友 还需要靠刘英雄来发善心 这些话不光是嘲讽 感觉就是在打他好友的脸 这些话惹怒了邓光荣 当时他在香港也是猛人 邓光荣是一个有情意的老大哥 他听到这些话十分的生气 认为就是胡乱瞎扯 差点跟他火拼了起来 而刘英雄深知自己没有多大的势力 并不是邓光荣的对手 急忙找来了一个人来帮自己解决这件事情 而这个人就是洪汉易 后来因为洪汉易发起了饭局进行了调解 最后才得以平息 罗文去世之前 沈殿霞听说罗文病重的消息 十分难受 还带着女儿亲自去照料 罗文的一生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 但是拥有细水长流的友谊 她的品性圈粉了许多人 带来的只有正能量 这也是正是我们应该尊敬的 虽然她去了另一个地方 但是在华语乐团中 从未忘记她的名字 她是值得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